近年来,国内的高龄犯罪特别是赌博罪屡获关注 根据统计,过去五年赌博罪在60岁以上的被告中占比于两成 不止如此,许多老年人专程跋涉至台北市中心的棋牌社 寻求打麻将或玩牌的乐趣 然而,这股风潮背后藏有什么疑忧? 法律明文规定 公共场所的赌博活动可面临5万元以下罚金 若是涉及盈利,提供场地或聚众赌博 则可能被判三年以下有机徒刑 并可被并科9万元以下罚金 这意味著,尽管许多高龄者认为赌博金额不大 但他们仍然可能因此处罚 赌博的风潮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许多高龄者,尤其是以退休或家庭主妇 选择专程前往台北市中心的棋牌社 这显示赌博对他们而言已成为日常休闲的一部分 但背后的问题是什么? 有研究指出,国内的高龄人口正在增加 但针对他们的休闲娱乐活动却相对有限 这使得赌博成为了他们的主要娱乐方式 而一旦高龄者开始对赌博产生依赖 便有可能走向成瘾 赌博成瘾的危险在于 当人们需要赌更大的金额才能获得同样的兴奋感 或认为赌博能够排解负面情绪时 他们已经开始走上不归路 这不仅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健康 更有可能影响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尽管赌博在高龄者中愈发普及 但我们必须警觉其背后的隐忧 政府和社会应该致力于提供更多适合高龄者的休闲娱乐选择 同时加强赌博的风险教育 让他们能在享受娱乐的同时 也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